今天要講的是舒適圈的框架 就是跳脫框架然後遠離舒適圈 因為我覺得我本身待的環境沒有說很好 所以我就跳脫了我自己的圈圈 所以我現在身邊的朋友都不是我的國中國小的朋友 也不是我大學的朋友 而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朋友 所以你們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朋友 好 那話 所以我要來玩一場遊戲 然後就是希望說你們知道 藉由遊戲當中去了解說 其實跟我們之前 要用之前的想法去玩這場遊戲 然後你可能玩不出結果來 然後隱藏私中的秘密 要由每個人去尋找 然後之後也會公布答案 那只是說先讓你們玩一下 因為我自己是開桌遊店的 所以我對遊戲就還蠻喜歡的 然後桌遊我們簡單來講就是 一張紙也是一個桌遊 現在我們也是一場桌遊 因為我把教室變成一場桌遊 好 然後我要先玩一下 所謂的一個題目叫做助力聽 然後你們有玩過類似神棍遊戲嗎 在一個 這個算是在美國 史丹佛那邊 有了一個創新的課程 然後它所有運用到的一些小遊戲 然後我們第一個玩的就是 注意聽 那大家就會聽到一個是蝴蝶 一個是蜻蜓 然後你們就會傻傻的論不清楚 到底什麼是蝴蝶 什麼是蜻蜓 好 那我們就開始來玩 我現在要玩 只要用到雙手 好 然後這個就不用了 沒關係這個不用了 好 那我開始玩了 然後 等一下你們就要去注意聽一下 我什麼是蝴蝶 什麼是蝴蝶 好 第一個字 這個是蝴蝶 這是蝴蝶 再一次喔 這個是蝴蝶 這是蝴蝶 好 這是什麼呢 蝴蝶 這個是蝴蝶 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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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有人不知道嗎 沒關係 再來一次喔 誒 我忘記 剛剛那個 好 被趕走的時候 好 然後大家說一下答案好了 因為我也忘記 我剛剛的蝴蝶是什麼了 這個是 這個是 蝴蝶 所以 好 這個是蝴蝶 這是 這是 蝴蝶 這是 蝴蝶 這是 蝴蝶 好 所以你知道答案了嗎 非常好 所以 相信大家還是 有一些人還是不知道的 對 好 我們的話請你閉上眼睛 對 你閉上眼睛 好 那我們再來玩一次喔 我們的題目是 助力聽 好 第一個是 這個是蝴蝶 這是蝴蝶 這個是蝴蝶 這是蝴蝶 請問 這個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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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錯 當你閉上眼睛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東西 就 就會破解出來了 對 所以我一直在強調 注意聽 而不是說 我們來看一下 這遊戲怎麼玩之類的 因為我要讓你知道 其實題目中 就有一些答案 跟你講 可是你通常都會看到我的手上 怎麼運轉的 或者怎麼動的 如果我轉得越快 就覺得這應該是蝴蝶 這個是 那個蝴蝶 對 好 這是一個遊戲 接下來 我要再來 講第二個遊戲 這是叫做 向前看 對 好 一樣的是 數字 手指 這是最後 可能會到此為止 好 我要開始講 第一個是 這是一 這個是一 這個是三 這個是四 這個是五 不是 等一下 我想錯了 再一次 這是一 對 這是一 好 這是二 這是三 這個是四 好 請問 這個是 有人不知道 好 這個是 這個是 二 好 沒關係 我們再一次 向前看 然後就是 數字跟手指的 那個不同 而已 再來一次 這個是三 OK 這個是 三 這個是 四 這個是 一 請問 這個是 這個是 下面看已經知道答案 好 沒關係 然後我們再一次 仔細看 喔 題目是 向前看 我們有數字 以及手指 OK 第一個是 這是二 這個是二 這個是四 這個是五 五 好 這個是 四 好 他也知道答案 對 他也知道答案 好 這個變成說 這時候讓你們去想一下 為什麼 真的 你看看 好沒關係 那我們再玩最後一次好了 然後我用了一些小小技巧 讓你們知道 向前看 好 一樣的 這個是四 OK 向前看 這個是四 這個是二 這個是三 這個是五 OK 這個是多少呢 沒錯 一個人又破解出來 你也破解出來了 所以有人 還是不太清楚嗎 還有人不清楚嗎 還有人不清楚啊 沒有人不清楚啊 等清楚了 繼續說一下 對 我們剛剛的題目是什麼 我們來講一下 好 這可以 好 我們剛剛是 注意聽 對 所以我的關鍵字 有包含了什麼 你應該會比較清楚 為什麼要讓你閉上眼睛 因為你要看的 會 混淆你的那個 好 那的話這個是 向前看 好 那我們也可以把耳朵捂起來 因為你可能一直聽到我講話 對 可是你現在捂起來 你也沒辦法 好 好 沒關係 那我們還是 你們要知道的是 向前看 是向前往這邊看 還是向我的手指看 對 反正你們不要聽我講什麼 對 因為你們要直接看我的手指 因為這個是2 這個是2 這個是2 這個是3 這個是4 這個是4 我說錯了 然後可能又破解出來 這個是4 這個是3 所以這個是多少呢 又有一個人破解出來了 對 對 我覺得這遊戲就是 好玩的地方就是 你要去跳歐方家 你不要一直想說 有沒有什麼 等差級數 我之前就是等差級數 1 1 又是1 好 這個又是 2 是等差級數嗎 這是3 這個是4 所以你認為它是等差級數嗎 然後這個是多少呢 等差級數碼就是5 對 好 那這個是多少 等差級數一樣是1 對 OK 好 所以這個是多少 對 3 這是3 好 那如果跳到這個2 呢 可以說等差級數嗎 不會 對 我要向前看 前看 好 我最後公布要答案了 這個是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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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是2 這個是4 這個是3 好 有人說出答案了 又有一個 對 繼續玩下去 可能一個一個不解決 所以你們有發現我手是在變動什麼嗎 那我公布 所以你們也都不知道 好 你覺得 時間上 欸 應該要趕快結束 對 我們太久了 好 好 我公布答案好了 你們仔細看我的手 這是2 好 好 這個是 我會說這是2 好 我真的不要動 好 這個是 3 然後這個時候我會比這個 4 然後這個時候我會比 這個 這個是多少 1 5 對 好 這個 這個時候我會把這個定的 這個是上一個 這個時候 這是2 我會把定的 這個是 我定的 對 這是3 所以我們是把手指 我剛剛比什麼 前一個 就是那個答案 對 所以是向前看 像你 像我剛剛的手指以及數字 前一個看 都不是聽我講說 這個是多少 這個是多少 對 所以 實際上是要把耳朵閉起來 可是耳朵閉起來 你們也沒辦法 好 沒關係 對 這個是一個sciple的一個創新的特產 一個遊戲 對 因為我覺得 我們應該是要一直去 把不情緒給取消 比較把正思考給帶進來 對 因為我們可能會想說 欸 這東西真的不是屬於我的 或者說欸 我對於這東西沒有興趣 然後我完全不去碰它 像我不喜歡螢幕 就是我逼不得去看 Sciple的一些東西 因為裡面的東西 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透過正思考的 好翻 然後正音文我不想看 但是 我為了什麼一樣東西 我逼不得去思考 就是去練習我的音文 對 所以很多東西 一定會在我們人生中 遇到不美麗的東西 然後 集中可能說 這好翻了 然後就把它放棄掉 可是你往往沒有想到 三年後或五年後 對 我當時候 如果有 怎樣怎樣 這個時候一定會更好 所以不要把 就是 我們現在做的任何事情 都可能有它的價值出張 或許你們剛剛的它的遊戲 我之前 有在兩三年前 我玩過類似的 可是它是另外一種遊戲 可是一樣是這種 關鍵字 就是皮我的方式 然後我 那個時候 玩了 現在你就忘記了 可是當我了解這個東西的時候 欸 原來我三年前有玩過 五年前有玩過 對 這是 不知道你什麼時候 會用到這個東西 所以你可能 國音術 還有自然社會 你可能就會說 某一樣東西 你一輩子都用不到 可是你不知道 因為你有可能在五年後 十年後 因為某一個東西 必須要用它 對 所以我們老師會說 即使你很討厭這個特務 你還是要把它讀完 因為你沒有讀完 你就會有一個棋在那邊 然後你未來 因為有困難 碰到問題的時候 你還是要回來 再解決這個東西 因為 上帝就是 要你解決這個東西 好 最後就是 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好 謝謝大家